考驾照应该是很多人心里的痛 有的人碰到过凶巴巴的教练 有的人呢好不容易望眼欲穿的盼到了自己去考试 但是呢又有的人是凌晨四五点钟爬起来要赶去考场等等等等 种种遭遇吧说的都是一把心酸泪 不过呢现在这把泪或许可以收回去了 那公安部已经发布消息说 在不久的将来呢想要拿驾照的民众呢可以自考自学 而不用再去驾校报名缴费和排队了 那交管局的官方微博交通安全微发布开始在网上 就相关的问题征求意见 想吐槽想点赞的赶紧 这个消息发布后很多网友就说 推行驾照自学自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斩断交通交警培训机构等部门 可能存在的地下交易链条杜绝可能出现的不法利益往来 其实去年四月份就有网友提出 是否应该允许公民驾照直考的问题 公安部的回复说 我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申请驾驶证必须经过驾校培训 但是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然而根据现有的规定 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 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车 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 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 这就关系到三个问题 首先是教练员 如果不经过驾校 那老司机可能需要花费880块钱考取一个教练证 在持证者满50岁之前 他都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不以此为生 专门为了教几个亲友去考证 是值不值得 大家就见仁见智了 第二个就是教练车 它有一些独特的配置 可以帮助教练员在紧急情况下 帮助学员应对突发情况 就是阴性的要求 一个副刹车 还有那个副导后进 这些都要保证的 还有相关的那些急救器材 此外大家也会注意到 装考九项可能使用到的器材 如果不经过驾校 往往没有别的渠道 可以获得使用的机会 再说第三个问题 那就是指定线路和时间 在南宁 每年约有20万人 在驾校进行培训 而主管部门指定的 机动车学习驾驶路段 也只有8条 远远不够学员们使用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值得大家注意 正常情况下 驾校学员使用教练车 在路上发生意外 或者交通事故 后期的善后 或者理赔和自学自考的时候 发生事故的划分责任 是不大一样的